大家好,网球老梁 咱们再说一期张帅 因为张帅 除了技术以外,我认为他身上 还有一些更值得说到 我觉得更了不起的东西 因为张帅在我眼里面 他是 WTA的职业操守模范 对 我希望将来 WTA能给张帅颁发一个职业球员 道德模范奖 为什么,咱们再说道说道 你看昨天他和加夏比赛中 加夏不是好多 这个擦网球吗 还有压线球 这要是一般球员 要么没有表情 要么就不爽 但张帅昨天是笑了 他是真的笑了 这种情景是很少见的 我们看中的比赛其实是很少见的 然后 比赛结束以后 作为输球的张帅一方 人家也是真诚的开开心心的跑过去 向加夏拥抱祝贺 以至于加夏和自媒体的说 感受到了来自张帅的善良 因为在职业球员中 这是不容易的 因为大家都是 吃转饭的 大家都是竞争吃转饭的 作为竞争对手 能够真诚的 祝福 这非常非常了不起 大家都知道 张帅在国际这个 网谈中仍然好 很多人都想和他 搭档 听说和他搭档 游戏混双要排到后年去了 那为什么呢 我觉得第一 首先张帅的自己很努力 因为 你要是不努力 你水平不够 也没有人愿意和你在一起 打档对不对 没有人愿意搭理你 毕竟是大家职业比赛 以实力 作为讲话的基础 交往的基础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张帅 他真诚 因为 大家天天在一起 而且在职业网谈中十多年了 如果你不是一个真诚的人 你不可能 收获 大家对你的立志认可 你要是 一个虚伪的人 你隐藏不了多久的嘛 对不对 所以说他是一个真诚的人 那第三点呢 他是个善良的人 他是个内心就善良的人 他知道 自己的幸福 和别人的幸福 一样重要 他知道 自己需要 被祝福 别人也需要被祝福 他知道 自己胜利的时候 很开心 失利的时候呢 可能不开心 别人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别人胜利的时候 需要得到祝福 别人 失利的时候呢 需要得到安慰 他一直是 将心比心 那么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我觉得 说的底是什么呢 就张帅把这个打网球啊 和人生 想明白了 他知道 他的打网球中 就找到了他人生 实现他人生价值 所以说他很享受这个过程 所以打网球对他来说 就是幸福的事 而至于 我们外人看到的 胜负呢 对他看来 反而不重要 因为什么呢 他每天就沉浸在这种打网球中 这个胜负呢 就他每天正常经历 没有外人看的 那么重要 所以说他们 赢了 很开心 输了 也不会多难过 因为大家想一想嘛 你输了 首先 输赢 是不是他每天 他们每天都经历的事情 你记得 我觉得他都有 一定程度都经历麻木了 第1个第2个呢 你今晚输了 你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去 想这个事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赶往下一站 你要打下一场比赛了 节奏非常快 对不对 非常快 所以说久而久之 久而久之 他们就不那么在 不像我们外人那样 好像很在于输赢 他是真正的是享受这个网球了 他现在状态是非常好 他在网球中 享受生活 享受网球 感受到生活的幸福 这个所以说 我觉得是我们很多球员 包括所有球员 都应该学习的一种 境界和状态 就是你对网球的认识 网球 如果说 它就是工作 如果你的工作 和你的人生 能够非常好的 结合在一起 perfect 那就是完美啊 如果你仅仅把网球 当中一是个挣钱的 仅仅是一个 普通的工作 和你的生活是分开的 你这样的人生 你这样的网球生涯 你是走不多远的 最关键是什么呢 你也不会体会到幸福 这个过程的快乐 你体会不到